所以,民间的这种方法把它叫做扯老隐私 第一是不符合我们目前对手法命名的原则 我们对手法命名的原则是根据手的形态和动作 以及操作的轨迹在命名 但是它用扯老隐私相当于功能 它的作用,它的功能在销石化极 销石化极,它又把它叫做扯老隐私 当然民间的乡土气息就比较浓了 学术上是绝对不能用这样的方法的 所以,这个同学他觉得有识形象和规范 所以他说,经为了更直观的反应其操作方法及要领 所以才来改,这不是这样 它是不符合我们当前的命名的原则 那么,最后第四稿怎么谈的 大家看一看 此法在我们家乡叫做扯老隐私 顾名思义,言其有消失化极之功 这种来自于功能作用的名称 在临场容易产生混淆 与捏脊疗法,其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因特殊的销石化极作用 而被称之为扯隐私或者捏脊 举个例子 捏脊这种方法 有些在民间,中国的民间就把它叫做扯隐私或者捏脊 所以,笔者根据目前推拿手法的一般的命名原则 即主要根据操作时手的动作与形态特征 而将此法命名为拳抱 拳抱 拉手 胸椎斑法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名称是比较好的 然后操作要领 操作要领包括些什么内容 同学们 操作要领包括体位 对吧 操作要领包括体位 你采用什么样的体位 这个要描述 而且我想如果每一个手法最好就把它动成小标题 体位 这样就一目了然 然后手形或者手势 对不对 那我的手怎么放 放什么地方 怎么样握固 对不对 这是手形以及手势 然后呢 动作过程 动作过程怎么样 同学们大家注意 这个动作过程 一般迅速朝什么方向用力 朝哪个方向用力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这是一个什么法 它总结的什么法 颁法 颁法要求达到什么 要求达到极限位 然后呢 再骤然用力 所以呢 临床上一个完整的总结 应该包括这些方面 那这个同学呢 有些东西有 但有些东西写的不规范 下面我们看一看 这一段 实际上还是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操作药理 患者坐于床或者凳上 身为前倾 大家看这个体位 双手斜向下交叉 斜向下交叉 全抱于对侧的鞋内 施束者同向坐于其身后 屈膝屈宽 以两席顶住患者第十一 或十二胸椎两侧 以双手从两侧 分别拉住患者交叉的两手腕 我告诉他最好附一个图 所以他就拿着照相机 照了半天 还是没有照出来 这个 这个是一个体位 手型 大家看动作过程 操作是 束着两手 逐渐向后牵拉患者两手 我们的两个手 逐渐向后牵拉患者的两手 双膝则向前用力 双膝向前用力 使患者身体后仰至极限位 打到极限位 在突然瞬间搬动 最后的一个动作 动作过程是 在突然瞬间搬动 擀斧向后拉手和双膝前顶 同时完成 长口闻脊 弹响声 这个就叙述这个过程 树壁 逐患者起立 跳运三到五次 刚才那个同学说 这个应该去掉 不应该去掉 这民间就是这样做的 你去掉了干什么呢 同学们是不是 民间怎么做 就要真实的记录 就是他是先搬 搬了之后还要跳几下 这样可能有利于化隐时 不能去掉 不能去掉 适应范围 在我们民间 他的那个适应范围呢 他是怎么样 他是 他的那个格式也不对 看到没有 格式呢 他是这个讲完了 然后就讲棒顶搬凶法 讲完之后呢 最后才来作用其适应证 他是两项 但是我觉得呢 一种手法 把它写完好些 同学们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一个手法 把它所有的东西 介绍完好些 介绍完了之后 第二种方法 和第一种方法相同的 你用文字表述 与前者同就完了 对吗 所以呢 适应范围呢 我是针对 全卧拉手搬凶法 大家看哈 在我们民间 该法主要用于小孩 或成年人 脾胃病变 大家注意 注意哈 这篇文章 一直在总结民间的东西 总结民间的东西 要有调查的过程 要有访问 所以最好要有 有一个访问脑者 你看中央台放 放那个什么 回忆的纪录片 都是到一个地方 就把那种 八十多岁的人找到 对不对 然后就来问大爷啊 那个年代你怎么样 所以这个有个调查的过程 虽然我们在这里几句话 但是写出来那个学生 为了调查 他的确是怎么样 还做了很多工作 大家看 该法主要用于小孩 或成年人的脾胃病变 如饮食极致 宛服脏满疼痛等病症 然后注意四个字 询问长者 就说我就问德高望重的人 但是呢 结果只知为前辈所传 而不知其机理 那么长者就说 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的爸爸传下来的 那问他 你爸爸在哪里学的 他说我的爸爸 是跟我的爸爸的爸爸学的 那你的爸爸的爸爸 又跟谁学的 这个东西就一致延续下来 就民间的东西就是这样 他流传下来 所以他最后说 只知为前辈所传 而不知其机理 那么这个时候 就有探讨的价值了 所以下面说 尤其操作术士 一定要以双膝顶住 胸十一或胸十二 追两旁看 其为皮疏与未疏 故笔者推测 推测其作用 其作用与刺激 该血胃有关 所以呢 为什么叫扯老引识 是因为这个支撑的部位 因为顶的部位就是什么 十一胸椎和十二胸椎 十一胸椎是皮 十二胸椎是胃 输 那么当然就调整脾胃了 当然 该法在胸椎操作 故对于胸椎小关节的紊乱 对于胸椎差弃伤 对于肋肩神经眼 对于肋软骨眼 对于胸椎退行性变等 以下胸段为主者 以可应用之 那么这个就是说 既通过脾书胃书 去化饮食 消极致 又直接作用于下胃胸椎 或者上胃腰椎 对局部骨伤的病症 进行调节 这个适应范围 应该是这样两条 这样两条 特点 同学们注意 看廖老师 是怎么样分析他的特点的 这个特点总结得非常好 总结得非常好 那个最后那个 那个编辑最后专门给我回函 对不对 这篇文章他认为是非常经典的 就是说在帮助学生 帮助学生 就是说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方面 这篇文章是经典做得非常好 第一点 直接说他的特点是什么 班在下胸椎 那么同学们看看书上刚才那几种方法 对不对 这几种方法 他一个手固定的平面都在什么 都在肩平面或者以上 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搬到下胸椎或者腰椎 那么这个 这一段 这一段就怎么样 长太长了 如果太长了 你要达到极限 就不太容易达到极限 就不太好搬 所以第一点 我们直接提出 最大的特点就在于 搬在下胸椎 然后文献是怎么说的 通过考察 我们发现 目前的胸椎搬法 主要有 阔胸牵引搬法 胸椎对抗护卫法 板肩式胸椎搬法 和仰卧 压肘 搬法等 其中 由于前两种 搬法最为常用 竖则手的 握持部位 变化也最多 但不管怎么变化 它的特点 总为从肩以上平面 向后方推搬 因此 如果以席 顶在下胸段 向前用力 是比手与席的 作用点相隔较远 那么胸椎弯曲度增大 从而不利于固定 不利于达到极限位 和损肩用力 同学们说 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脊柱 看到没有 如果你要想搬 搬下胸椎 但是呢 你这个手是固定到 固定到这里 朝后面 这里是这样弄 这个太长了 太长了 那个幅度就怎么样 幅度就很大 你就不好固定 不太容易达到极限 损肩用力的时候 因为幅度太长 很多力都被抵消了 所以 如果你要搬下胸椎 最好就抵在这个地方 这里 朝前 要这里 朝后 这里朝前 就是说 这个地方越短 它固定的越好 越容易达到极限 所以呢 这才是最大的特点 所以我们书上的那种斑法 下胸椎 它真的没办法 所以呢 我们说 这是它最大的特点 对不对 而全抱 拉手胸椎 把拉手向后 与席顶向前 几乎在同一个平面 大家看这样 对吧 你这个手拉过去的位置 同席顶的位置 基本上就在同样一个平面 这样就容易怎么样 所以呢 其对下位胸椎的作用 是教材中的斑法 所不具备的 这个就是说 我们这个方法 就弥补了教材当中的不足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 同学想第二 第二 避开了肩关节 对斑法的不利影响 书上的那么多斑法 它都怎么样 它斑向后的时候 都有个肩关节 看到没有 这种方法是最不好的 所以最后是这样 这样搬还是不行 所以最后呢 用手从这个地方 从腋下这样过来 过来的时候 好像就是想把肩关节怎么样 把它固定 那么最后上海的学术会议说 这种还是不好 最后是这样 这样的时候 它是中足 看到没有 立的方向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的时候 这是关节鱼 这是关节头 他就说 他要想办法这样动 这样动那个关节间歇 你说 那个就基本上想办法 它是在克服肩关节的影响 因为如果这些方法 看到没有 这些方法都是怎么样 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 不太好弄 所以上海最后推荐方法 是这个样子 上海学术会议最后讨论 这个样子 圆桌 这个样子 那么这些方法呢 都是实际上是 这些方法没有点名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它的发展 是这样的历程 就是它考虑到肩关节 我们说什么叫办法 办法要先达到极限 对不对 达到极限 然后损肩用力 损肩用的力 是超生理范围的 所以 办法本身 的确存在着 不安全的因素 但是呢 达到极限的时候 它是损肩用力 这个损肩很短啊 时间很短的 超生理范围 反而又是安全的 所以大家对办法的悟性 就要这样去理解 就办法是达到生理范围 然后再搬动 再沿它运动的趋势 搬动 本身是不安全的 所以办法处理不好 就可能出问题 但是呢 又正因为它是损肩用力 这个损肩掌握得好 那么即使未移 但是损肩未移 又能够移多久呢 能够移多长呢 所以它又是安全的 所以办法的安全 关键就在什么 就在损肩那个用力 所以那个 那个搬 搬紧直 你看达到极限 损肩这一般就完了 但是有些同学 我又怕搬 这样一下 时间一长就完了 同学们 所以说说明一个问题 搬法就要怎么样 就要达到极限 就要达到极限 不达到极限 就不是好的搬法 而且损肩用力呢 那个时间要短 来 那个同学生来 我给你搬搬 搬搬搬 搬搬紧直 然后看一看 你的耳朵还在明没有 还在 好 买到 看到了 达到极限 达到极限 看吧 听到响没有 再来 看到没有 就这样 很简单 办法是很简单 谢谢 所以 这个办法 想解决凶罪的问题 但是中途中间 跨了一个什么 跨了一个监关节 虽然你认为达到极限 你认为达到极限的时候 是肩关节 暂时达到极限 再加几柱 达到极限 它是两个关节 表面上看 达到极限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肩关节 它的活动范围怎么样 实际比较大一些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 不避开肩关节 那么像书上那些方法 实际上都不是好的办法 但是呢 这个方法 大家看 大家看这个方法 我们从这个方法 是这样了 它把肩关节怎么样了 我两手是这样过来 而且我的用力呢 又刚好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加上手腕 实际上我的用力 就在这个地方了 完全把肩关节 避开了 所以第二 它的特点是避开了 肩关节 对斑法的不利影响 然后呢 我们从力学的角度 来进行分析 斑法的要领 为先打极限位 然后突然用力搬动 教材中的手法 在相反的两个作用力之间 就是双手向后 与席顶向前之间 存在着肩关节 那么由于肩关节的存在 在最后搬动的瞬间 所发出的一部分力 将被肩关节的运动 就是搬动瞬间的力 肯定大于使关节 达到极限时的力 那么肩关节受此影响 当有进一步的运动 就是说如果不避开肩关节 那么你在搬动的时候 一部分力会被肩关节 所怎么样 所抵消 从而影响斑法的质量 对不对 我们就认为它要 它要影响斑法的质量 然后反观 全抱拉手胸椎斑法 为两手向下交叉于对侧 束着握起手向后牵拉 患者的双手完全交叉 铁鱼两斜 此时公骨完全内收 紧贴胸臂 所以搬动使拉手之力的方向 也只能使公骨内收 但是受胸臂的影响 肩关节将无任何位移 从而使搬动瞬间的充量增大 更符合斑法的技术要领 那么这一段分析得非常好 对不对 真的从技术的层面 在分析我们的一个斑法 第三是双点胸椎 就增大面积 这个也是它的最大的特点 那么现行之胸椎斑法 多为单膝前顶 或在左或在右 适合于一侧的并变 而全抱拉手胸椎斑法 以双膝对称 顶于脊柱两侧 它是双膝 同时对两侧关节或输血 输血产生作用 因而更适合于其与经络和输血 相关的丈夫功能失调 所致的病症 民间用之扯老隐之就是民症 输上的斑法都是单膝在顶 单膝在顶这个脊柱正宗 是脊柱你放不住啊 所以要么是左要么是右 结果它是重点是调整 再加上它又不能搬到下胸椎 所以它就单纯的对什么 对上中胸椎的一些病变的问题 但这个呢它顶到两侧 顶到两侧刚好是匹书未书 所以民间用于扯老隐私 就是这样这样得来的 大家看这个三个特点总结得怎么样 再对照学生写的 你们看一看 好 第二 第二叫棒顶凶椎斑法 我还觉得这个顶还是可以 什么顶 就你有什么东西过来 我要我要怎么样 我要支撑到你 顶就支撑的意思 因为顶呢它一定要怎么样 要结束到一个东西 所以我认为棒顶凶椎斑法呢 这个名称还是比较好 名称 此法民间称撬扁蛋 由于该法在操作过程中 必须扁蛋或棒的配合 其实质也是凶椎的斑法 故我将其命名为棒顶凶椎斑法 这个把劳动人民什么 龙芒忌解狼吞腐宴 什么隐私不解全部去掉 那个解放前劳动人民饭都吃不饱 对不对 当然可想而知 对不对 但是你把它写在你的学术论文上不太好 劳动人民光辉的一面多写 这种狼吞腐宴 吃了拉肚子 恶心恶吐 不要写 不要写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是因为我真的看到 我在农村当资金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很穷 我当资金的时候 一年给我分了一千多斤 那个番薯 红薯 红烧 我挖了一个轿 把它放到里面 我坐在轿边 对着那个红烧轿 看到一千多斤红烧 我真的想落内 我一年就一千多斤红薯 但是我的米呢 没米 想吃米 没有 最后我给生产队长说 生产队长说 那这个小料是知青 给他撑一百斤骨子 一年的粮食是一百斤骨 一百斤骨子打出来只有七十斤 我一年就七十斤米只有 然后一千多斤红烧 红薯 这个时候 所以我的胃口直到现在都是怎么样 都是很好 为什么呢 劳动人民 会狼吞腐烟的吃 所以 但是这些东西不要写 不要写 写在学术论文上 上面不好 不好 狼吞腐烟不好 暴饮暴食也不好 我们就说我们这种方法能干什么就行了 你去把劳动人民扯到里面干什么嘛 难道如果他是地主 他吃多了就不能用这种方法 对吧 所以那天我把那个同学狠狠批评了一下 对不对 我们学术上只管这种方法干什么 管他这种方法治什么人 我不管嘛 对吗 只要他适合于某种病机能够治好什么病就行了 你管他别人是怎么得的这种病 你管他是什么人 没有意思嘛 同学们说是不是 特别是把劳动人民什么 什么这种 这种农忙季节怎么样 这个写出来不好 操作要领 私塑者直立 双脚张开与肩同宽 双手厚伸 水平握持一长约1.5米宽约 5到10厘米的扁担或尖尸的木棒 将棒的中部水平抵御 第11到12胸椎击土平面 缓缓向前推进 向前推进 身体则背靠扁担或木棒 并以此为支点 逐渐向后达到极限位 看到没有 叙述的时候都在说这个什么 体位 手行手势 最后达到极限位 最后的时候 搬动是双手握棒快速前顶 那么这个时候长口文句谈详 适应范围 与前法筒 就这四个字就行了 不要再去洗 适应范围 特点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就刚才有个同学说 说得好 自体或者自身 自我可以搬 教材上的东西行不行 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自己搬 但是我们民间这个方法就可以自己搬 这就是他最大的特点 这就是他值得怎么样 值得推广的地方 对不对 你们不好 可以找廖老师 廖老师不好了 那就拿根扁担自己弄 对吧 所以便于自己操作 所以我们说教科书中的办法 几乎都是医生 施于患者 本法者不然 他是患者自己运用木棒 顶住胸椎 施于办法 这在没有医生 又必须搬动的情况下 是唯一能够解除病痛的方法 这应该是该法最大的优势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优势 或者特点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我总结是 接触面积大 为什么接触面积大 传统胸椎斑法 都用单膝 全抱拉手胸椎斑法 运用双膝 但是运用双膝 也只有两个点 顶住病变的部位 结束面积都较小 而本法 这运用水平的扁担 中部横直于背部 结束面积远较前处手法为大 而且他用的扁担 扁担大家看有个扶行 这个扶行一过来 刚好怎么样 点但是有点扶行嘛 刚好就把那个 就是最凹陷的那一点 就是在胸椎的脊头 两边刚好靠着 靠着那个什么 腰部的或者胸部的肌肉 从而增加了操作的 适应操作的舒适性 所以他结束面积大 这是第二 第三 搬在下胸椎 与上位腰椎 所以这是由于双手后身 握棒的动作本身 看到没有 我现在这样握住一个棒 握住一个棒 那么我只能这样弄 那么这就怎么样 就是这个平面了 看到没有 那么这个平面是哪里 就刚好是上位腰椎 或者下位胸椎 而且下位 而且上位腰椎的可能性 还大一些 所以搬在下胸椎 与上位腰椎 这是由于双手后身 握棒的动作本身 限制了其棒的高度 使其顶住上中胸椎 较为困难 因而其搬动部位 主要在下位胸椎 对不对 这是他的特点 然后呢 有个注意事项 大家注意 现在医疗官司很多 纠纷也多 下一堂课呢 我就给大家 我主要要给大家讲 医疗官司 特别推拉方面很多 形形色色的我们一块来分析 所以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医生 首先考虑这种方法的安全性 如果存在着风险 那么我们要考虑 怎么样避免这些风险 这是我们学推拉的人 这是我们临床医生 要时时刻刻牢记的东西 所以呢 既然颁法本身有风险 所以呢 我们有些注意事项 大家看 由于上述良法 在我们民间 主要用于饮食停滞 而及时者与小儿为多 同时颁法本身 存在一定的风险 那对象 小孩老年人 容易伤 然后颁法本身又有风险 两者相加 就容易出问题 因此 我们民间 在操作上述两法时 有如下的注意事项 第一 搬动损肩 用力虽大 未移 觉得很小 这就要求 作用时间 一定要短暂 那么这是 廖老师对颁法的一个悟性 所以同学们把它记住 记下来 颁法怎么样能够安全 就是最后用力的那个瞬间啊 一定是瞬间 虽然别人说 该出手 是九处收压 风 什么 风风火火 创九周压 对不对 该出手的时候 马上就要出手 而且要快 一见风 风猴 对不对 该出手就快 所以颁法的时候 千万不能忍 有的说 我怕 这个是胆大心细 但是你只要掌握到是瞬间 哎 完了 对不对 已经完了 那么这个时候反而是安全 所以我们说 搬动的瞬间 用力虽大 未移 觉得很小 这就要求 作用时间 一定要短暂 只要把握住这一条 搬法就比较安全 这第一个 第二 多在双席上 垫一垫子 或用棉布 缠绕扁担 或木棒 以增加面积和润性 减轻患者的痛苦 现在我真的怀疑 我们编书的这些人 他真的在临床上 是不是认认真 在研究过这些办法 凡是胸椎的办法 没有一本书说 要用垫子 但是在临床上 如果胸椎的办法 不用一个垫子的话 就靠我们的膝关节 病人 没有一个人受得了 所以临床上 大家 我现在班 一定要垫一个垫子 或者弄一个枕头 或者你看我们 清晨派的人 扳法 他就不用膝关节 因为他说膝关节 扳到都受不了 你这一般是想到 好像小关节 是调过来 但是膝关节顶的地方 又可能受到损伤 但是我们的书上 写书的人 从来没有一个人说 要用垫子 所以现在胸 他们那个扳法 直接用我们的胸部 贴在背 这样 这个面积就怎么样 很大 但是这样也不好 面积太大 影响对胸椎的作用 所以临床上 还是用席顶好 但是用席顶呢 一定用一个垫子 用一个垫子以后呢 病人就受得了了 而且呢 病人受得了 而且比较舒适 如果不用垫子 没有一个人受得了 真的 真的 所以这个在临床上 廖老师的体会 所以多在双席上 垫一个垫子 或用棉部 缠绕扁担 或者木棒 以增加面积和润性 减轻患者的痛苦 这是第二点 注意事项 要用垫子 第三 有弹响为佳 但绝不强求弹响 所以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就是他的注意事项 最后呢 一个结语 一个结语 综上所述 我们民间的两种凶椎斑法 的确非常有特色 他们首先是疗效 确切 适应正广 其次在术士设计上 既符合力学的原理 又符合人体解剖 与生理特征 还符合 美学的原理 所以它是我国 劳动人民 长期与疾病 做斗争的经验 总结 迎接着人类的智慧 值得我们 很好的学习和界限 大家 大家 大家看看 廖老师 通过廖老师改的第四版 和第二版 怎么样 大家觉得 再回过头来 大家认为 同学们 在这个方面 你们还得努力 文字方面 或者分析方面 才能够说 肩负起什么呢 历史的一个重任 下面我们再休息十分钟 休息十分钟